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房车 欢游中国之旅 我是夏天 华姐在洗碗 我们今天早上又起了一个大早 今天是六点多一点就起来了 很久很久没有起这么早了 这个时间在我们新疆天还没有亮 我们刚刚吃完早餐 今天起这么早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厂家的这个董总啊 要带他们的员工去做团建 然后要去这个常德的新德山啊 董总给我看完这的视频以后呢 我就非常想去 但是其实心里也蛮纠结的 因为啊 那里是天梯啊 朋友们 太高了 对于我们两个人一看到这种天梯啊 其实就是望而生未的那种感觉 但是真的好美 上面真的是有奇观啊 所以还是特别想去的 今天突破一下自己了 他们七点半出发 所以我们今天起了个大早 刚吃完早餐 待会儿跟他们集合 走着 大家已经开始准备了 你才吃早餐呢 董总带多米去吗 我说带多米去吗 我带多米去吗 可以 多米今天高兴了 今天带你去玩了 哎呦 罗总 你这个准备太齐了吧 登山站嘛 登山站都搁上了 大了没办法 哎呀 我们现在准备出发了 总共去四辆车 哇 真是 逃走啊 嗯 你去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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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一到这些山里面啊 空气太棒了 是不是 娃姐 对啊 感觉空气好好啊 我住在这跟前的农家啊 太幸福了 看有这么大的菜园地 然后山清水秀 隐居山林的感觉 对 看一下这对面的山 有那种山不再高 有心则林的感觉 我就觉得这山有心 哈哈 你在这修仙吧 哎天呐 这就开始发山了 哎呦 我感觉怎么一上来 就开始喘了 哎呦 朋友们 刚爬一会儿就爬不动了 他这个 坡太陡了 我来感觉会有点脆啊 头有点懵的感觉 我也有点晕 感觉就是这个胸腔这一块 感觉就像跑完步的那种难受 就是刚爬一会儿就出现这种了 因为这坡真的太陡 对 他这个坡没有缓坡 直接现在全都是感觉 这是多少 60度 哈 新德山 位于湖南省长德市桃园县境内 地处长德桃园 石门 张家界磁力三县边沿 热市广福桥 门泉三镇的三三交界处 新德山主要体现在四骑 骑关 骑松 骑石 骑风 尤其以骑关最为突出 是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为一体 且文化底蕴极其深厚的道教名山 哇 一直绕着圈一往山顶上往 我们手指摄摇也到了 不是吧 没有 没有 头发晕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刚开始一爬 我和华姐都头发晕 山有点晕 这个新德山啊 它是一个没有开发的一个景点啊 现在真的是 就是很少有人会来这 因为它现在属于一个那个 桃园石门 和磁力三县的一个边界啊 所以它这个现在这个地处的归属权 还没有明确 所以一直也没有被开发 看一下 还让我们跑不走 我们现在走都走不动了 后面还有两个 我们后面还有两个人 我们是倒数第三第四 我们后面还有两个人 看着夏天 脖上的汗流得到 这就是 本来今天带这个 是想到如果有太阳 这太阳呢 对 缝晒的 没想到这刚好可以当汗精 把汗全结束了 不然这会衣服里面都流失了 就是 这个山 啊 随时也就出来拉着我 哈哈 我一下子可以到山底 啊 哇 太累了 不过这个山真的是 感觉是那种汇聚天地灵气的地方 我不行了 我一定要坐一会儿 哈哈 哇真的太累了 哇这有一条小溪 从山高处流下来的 一看到有水感觉一下清凉好多 舒服 山剑的小溪流 那天涯河海角 拼搏的人杀了 才值得骄傲 相信生命中会在星空闪耀 看夏天脸上的汗 哈哈 转过来 转过来就把我看一下 哈哈 我的天 哈哈 你太能出汗了 哦 他们到了一个休息区了吗 一个小庙子 哇 你看 哇 起码可以 哎呦我真的喝茶呢 可以可以可以小歇一会儿 哇 余总 面不改色好悠閒 这 这灯火冰就是不一样 哇 看见这烟火气太暖了 对歇会 红糖生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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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继续出发 歇一会儿 好一点了 我刚 我刚说好一点 那个 雨下大了 这会儿 这一节啊 不是刚刚那种路了 起码它是十台阶了 啊 但是也很陡 这种路啊 有点更累 对 他们这个十台阶这石头 都是一块一块背上来的 这个石头很大的条 对 天哪太艰难了 我们爬个楼 爬个山都这么累 想想他们见着些 哇 对面有个爷爷 精神太好了 精神太好了 对 你们好 爷爷您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了 八十岁了 八十岁了 哇精神好好啊你们 我们爬得气喘吁吁的 看你们精神太好了 心里真好 嗯 这是什么话这是 这是 食药 药 药材 哦 哦 就这个 哦 这有啥作用吗 腰疼 腿疼 哦腰疼 哦 中药 中药啊 好嘞 十几分钟就到了 好 谢谢 啊 好 那你们也慢慢走啊 拜拜 嗯 嗯 哇精神太好了 看见他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哎 真是我们真的是很缺乏断量 嗯 八十岁的人 对啊 我们四十岁的人爬不开他们 嗯 嗯 有点惭愧啊 啊 我们现在走到这个百步灯 是有一百级紫石台阶全气而成 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好吧 上 哈哈 分光无限再减分 走 哇天呐 这个百步灯 真是90度了 我将蹲下来给大家拍一下啊 真的是快90度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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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哈哈 哈哈 走啊 天呐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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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摆不停 太多了 这上面呢 我们要去的那个最顶峰是一个道观啊 这边是道教文化 而且这个山里面呢 有很多的古墨啊 都是历代来 就是一代代的道士 事后呢 就在这儿 与大自然相伴了 哎呀 慢点 来我拉你 哇 朋友们看看这儿的景色 你看这儿 放炮了 他们上去了是吧 上去放炮了 真是啊 看 气氛险峻 那边 这远处看那边还有一个小的 对 那边还有个小庙 哇 太美了 哇 非常感谢董总啊 能带我们到这样的仙境 对 真的是奇观奇景 太漂亮了 哇 你看那一棵松树 嗯 一棵松 对 一块大石头旁边 好好看 好漂亮 哇我们要到了 嗯 董总他们都在那上面了 对 啊 董总在那招手 走 真好看 哇现在有点激动兴奋了 哎呦 新疆爬上来的感觉 景色更美是 刚刚那个 疲惫的心情快没了 看见那一刻 看见那个顶峰的那一刻啊 现在就只剩激动了 哇 这有几棵 古松 太漂亮了 哦 哦 朋友们 我此刻没有任何的疲惫感了 看这棵百年古松 哇哦 在这里 威鹅耸立的感觉 哇 太屁股他们这样 你太棒了 真的 走 加油 走走走走 你把我拉上去吧 哈哈 多米筋好棒 走 还下来迎一下我们 哈哈 哇看到吗 这写的 奇观 就是这一棵古松 从这个大石头缝里啊 伸出来 哇 新子宫 这是 哇 朋友们 啊我们终于上来了 哈哈 今天所有努力就为了这一棵 上 我看一下这 董董说分景在这边 哇 看朋友们 这边就是古建筑群了 哇 你看从这个地方走过去 一座庙一座庙一座庙 哎我都数不清了 看到那些山头了吗 对那边都是庙啊 太多了 哦 太壮观了 昨天我看的时候我就说 天呐 这个咋建上去的 对啊 那是个啥 那是石头 哦 那个挺那个啥的 你看它 哦那有一棵起石啊 嗯 你看 一层一层叠的啊 感觉 像立起来的一样 你看远处的小山间 对啊 今天要是有蓝天就好了 飞无人机多好看 对 因为它阴天那边都是那个雪坡 嗯 风好大哎 对啊 对啊 好样的 我们每次在爬升的过程上做的很累 甚至往还是累啊 爬着都不想爬 但是当你真的努力过后 你看到的这些风景啊 真的是让你觉得一切都值了 哈哈 你小心别被风刮跑了 嗯 对啊 嗯 真的每次站到这上面 就觉得一切的辛苦都值了 嗯 只有你这样辛苦 看到的美景啊 经过你付出看到的美景 你才会为之感动 嗯 你才会更珍惜 啊太美了 我们稍微看看啊 能不能飞一下无人机 风有点大 风有点大 我国古建筑多以木雕为主 而新子宫建筑群独享天然便利 就地开采丹霞沙岩 建筑布局因山救世 疏密适度 高低错落 为湖南乃至国内所罕见 新德山是历久弥新的道教名山 与誉为中国南武当的慈利县五雷山 隔山相望 互为鸡轿 山中自然景观 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 延绵数十公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poison 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